据台湾媒体报道 杨成林和老公李荣浩因为疫情影响 成为远距离夫妻 7月3日杨成林忍不住在AJ发现时动态感慨 今天第一百天分开太久了 更配上一个哭泣表情符号 充分展现出思念老公的心情 杨成林上个月生日时就许愿希望疫情能够赶快平息 大家能够自由地飞来飞去 见到想见的人 而小两口虽然现在风格两地 知道浪漫的手法完全没有少过 上个月杨成林生日时 李荣浩特地买了全套的SWAT手把 秘密请托好友代为送上 让毫无心理准备的杨成林惊喜大哭 日前李荣浩在网络上看到一套洋装 觉得很适合杨成林 网购直击台北 让许多人都羡慕不已 李荣浩日前参加上个月底播出的奔跑吧 其中被问到睡前都会听谁的歌 直接亮出手机 显示正是老婆杨成林的左边 她笑说跟老婆唱功打十分 我几分都行 我没有分也可以 其实她的英准非常非常厉害 随后又说别再让我夸她了 别人要说你假呢 11日是李荣浩35岁生日 两人自交往以来 年年都会准点为彼此送上祝福 年年累积起来记录了他们的爱情历程 今天李荣浩生日更无预警 宣布求婚好消息 今天杨成林会准备什么样的惊喜给老公 也令人相当期待